写雪真汉子在这里谢谢你们 一说去的真汉子都没假的人来了你知道吧 我刚感觉我跟他很熟应该 熟吗我不认识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台上是不能讲假话的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 认识 好等值得 可是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你骑着自行车出来 你是想要展现你是个追风少年吗 不 我是追风老年 老年 你转门骑车追老年人是吧 我追的是乌启贤老师 您到底哪里老年了 我平时吧也没什么兴趣爱好 就喜欢钓钓鱼 散散步 溜溜狗 养生 喝茶 老年人喝茶的方式不一样 是那种 什么喝 这是喝汤吧 是吧 请问你玩不玩核桃 略懂112 给我来两个核桃 给我来两个核桃 我现场给你们盘一下 可以 好 现在我开始来讲 首先大家看这是两个核桃 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呢 一般盘核桃 讲究的就是修身养性 我们是渴望在盘核桃这个过程中 得到心灵真正的放松 你的天 然后得到心灵的升华 这是疗愈小才艺吗 这是内心的东西 内心的感受啊 我其实是一个很深层次的人 那可不可以 不要笑 严肃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这是在一个舞台上 所以我要 表现一些表象化的东西给你们 现在我开始了 哎呦呗 难为您浮浅了 哎呦呗 来 来 多嘞 来 盘核桃的过程 其实 就是手 对它的抚摸 就是身体的能量 让它变得更加的圆润 更加的光亮 现在我开始展示 其实呢 就是这样 很好 可以吃了 哇 单手打核桃 对 这不可能啊 很难的 要尝一口啊 尝一口 哇 你是左手啊 这么大劲啊 以后都不敢跟你握手 对啊